诗篇第五十九篇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求你把我安放在高处,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救我脱离流人血的人 看啊,他们埋伏要害我的性命 强盛的人聚集起来攻击我 耶和华,这不是因我的过犯,也不是因我的罪恶 我虽然没有过错,他们还是跑来,预备好攻击我 求你醒来,帮助我,检查我 万君的神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求你醒来,惩罚万国 求你不要恩待那些背信弃义的恶人 他们每晚都回来,好像狗一样狂吠,环绕着城行走 看啊,他们口中吐出恶言,他们嘴里吐出利刀 他们心里说,有谁听见呢? 但你耶和华必讥笑他们,你必吃笑万国 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 神啊,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我的神必以慈爱迎接我 神必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 不要杀害他们,免得我的人民忘记了 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漂流五定 并且降为卑微 因他们口中的罪 因他们嘴里所说的话 愿他们在自己的骄傲中被缠住 因他们所说的是咒骂和欺骗的话 求你在怒中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以致无一幸免 好使他们知道 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 他们每晚都回来 好像狗一样狂吠 环绕着城行走 他们四处漂流,寻找食物 如果得不到饱足,就不断咆哮 至于我 我要歌颂你的能力 每天早晨,我要向你的慈爱欢呼 因为你做了我的高台 在患难的日子,做了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啊 我要向你歌唱 神啊 你是我的高台 是向我是慈爱的神 他就叫你个词 我又给了你 你不过 你不过 应该 你不过 你不过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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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过